剛剛有這些概念之後 我們回到這邊來完成 我剛剛是把它抓出來了 對不對 那我現在呢 就把它轉換成什麼 智慧型物件喔 因為這樣會比較好用 所以我就來這邊 我記得按右鍵好像也有吧 按右鍵我記得也有 在這邊有沒有 也有變成智慧型物件喔 所以你要編輯它 不要忘記多多兩下 字就進來了 原本東西還在 好那我們現在轉換成它之後 要來找一下 各位 你找找看左手邊這個工具 請問有沒有一種叫做圖釘的工具 像圖釘一樣這樣子的 有一個尖尖的 有沒有左邊工具裡面 有一個圖釘的工具 因為我們這個Pubbet2 它的那個圖示就是一個圖釘 有嗎 有找到的舉手 我要佩服一下 因為我找不到 哈哈哈哈 真的我找不到 他很討厭他沒有放在那裡 他在哪裡 在這邊 編輯裡面 有沒有叫操控彎曲 我們就是要用這個功能 叫操控彎曲 操控彎曲 你把它按一下 請問有沒有走上角看到圖釘了 對不對 然後一進來看到這樣 人變成這樣馬上就退出 因為你小時候走錯地方了 它這個其實是要給你看變形的那個樣子 所以如果你不喜歡看到 你就把上面這個網紋把它關掉就好了 有沒有這樣回復正常 它讓你看一下影像變形的情形 那你把它關掉這樣就好了 那以我們來講的話 這個真的是叫變形工具 有沒有操控彎曲 它是一種變形工具 所以呢 如果你現在要動它 你要動它可以 你看我就給它盯下去囉 燈 有沒有圖釘盯下去了 我就在它的四隻盯下去 你要盯多少隻其實跟你要動作的範圍有關係 那我都會盯在我們真正的骨骼的地方 像這樣我把它盯一盯 這樣你知道上班的時候 不能拿老闆的照片開玩笑了 哈哈哈哈 好 那你看一下囉 那我們現在來這邊 像拍照的時候 這個姿勢 如果拍得不好 你要微調一下怎麼微調 你就按著它 不然這樣拉高一點 拉高一點 這樣有沒有簡單 知道為什麼可以拿它來做動畫了 那你如果我這樣調的是單一個 如果你要第二個 因為我要小腿一起來 按住 哪一個知道嗎 我按這個 這樣有看到吧 我按Shift 所以呢 現在呢我就可以一起動兩個囉 啊你 這腳有嗎 鞋子比較高耶 這樣姿勢比較好看 以往我們要拍照 要拍這樣就不容易了 還叫人家這樣 沒有 你要它拍幾次 越拍越糟糕 對不對 那所以 你這個手 你就可以拉過來 點到它 拉過來一點 它有一點 所以 為什麼我們要把它做去背 因為你沒有去背 是不是連後面的土都一起動到 對不對 你把人抓出來之後 你就可以做一些知識上的改變 知識上的改變 或者應該這樣講 影像上的變形 它真的是變形啊 對不對 那我為什麼會盯這麼多點 因為我盯住這些點 跟我們關節有關係 你動起來會比較自然 因為我們人是你熟悉的 所以如果你動的那個位置 不對 或怪怪的變形不對的話 你會覺得說 為什麼看起來就好像不太自然 我們講的不太自然 因為那個是你熟悉的東西 如果是這個東西 你從來沒看過 他怎麼動那就管他的 對不對 這樣有了解了嗎 所以如果你動好了 你看一下右上角 有沒有個打勾勾 這裡 打勾勾 你打勾勾按下去 有看到智慧型濾鏡了嗎 不喜歡剛剛的 眼睛拿起來 那你就知道怎麼做動畫了 這樣開關也可以做動畫 你不要忘記Fotoshop 也可以做GIF動畫 兩張也可以做個動畫 所以你知道網路上 那個酷熟的圖 可以怎麼玩了嗎 對不對 你可以像這樣就可以玩 就可以像這樣玩 那我們重點是 如果你要再編輯它 你就多多兩下吧 有沒有圖釘就回來了 你可以重新調整它 那萬一圖釘下錯了怎麼辦 點到它按Delete就好了 Delete 有沒有就不見了 好 那甚至呢在Fotoshop裡面 他還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可以旋轉一下 你搭配一個 來各位 你剛剛看到我們的那個重點 學習重點在這裡 不是智慧型 接類 它還可以搭配一個就是 ALT ALT 這只有Fotoshop有的功能 就是你搭配ALT的話呢 它可以做一些角度上的學習 我現在這樣是不是直接移動而已 對不對 接類 如果按住ALT ALT 你移過來是這樣 可是我移到外面有沒有變旋轉 移過來是不是減下 外面就變旋轉 列行修夾轉一下角度 這個地方也可以轉一點角度 可以做修正 可以做修正 所以這個是 比較特殊的地方 那好了一樣 就打個勾就好了 那就給各位試看看 這個老師有沒有教過 沒有吧 老師不會教這個 因為我會跟你講 以前沒有這個工具嘛 老師以前會的都是那種 比如說那個 你知道嗎 濾鏡 如果你要用模糊 你知道老師一定會教哪一個吧 高濕 對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老師只會高濕模糊 哈哈 其他那些模糊都是後來增加的 所以老師都不曾研究過 這樣了解 哈哈 好 那因為Publet2也是後來增加的 所以其實很多老師 並沒有特別注意到有這個 那是 事實上是蠻好用的 給各位參考一下 好